欢迎收看小翔说足球 莫尔本胜利的远射 经过金文哉的折射 造成国安丢球 国安在亚冠重启后 踢了两场小组赛 而金文哉在这两场比赛中 接连成为了后防线上 不希望出现的主角 上一场国安面对首尔FC时 正是金文哉禁区内 首球被裁判带了个正着 使对手获得一次点球机会 并由谱主 永主罚命中 比分在第六十六分中 由2-0变成了2-1 在今天面对莫尔本胜利的这场比赛中 金文哉还在后场 出现了几次传球失误 他接连的犯下 失误刷存在感 其结果就是国安 在连续两场亚冠小组赛中 遗憾错失凌风 很难想象 这是一名 与英超竞履热刺 评传绯闻的球员 该有的表现 与首尔赛后 北京媒体披露金文哉 致尺腾两天没睡好 才会在比赛中 精神不集中 或许今天金文哉的致尺 仍在作怪 上一场 首尔在扳回一城后 疯狂反扑 一度令国安球门前 风声鹤唳 本来的一场尾胜 生生变成了一场险胜 今天 幸好莫尔本胜利进球时间较晚 再加上球队本身 休息了三个月体能储备不足 而且国安领先优势大 否则玉林军的防线 在最后时候 又要面临对手的大举进攻了 其实 在本赛季的中超联赛中 国安的防守就是一直被诟病的问题 本赛季20场中超联赛中 北京中和国安打进44球的进攻火力 傲视中超 但其27例丢球的数据令人大跌眼镜 在中超前5名球队 苏宁 恒大 国安 上岗 鲁能 中 国安的丢球是最多的 而在真冠组8支球队中 国安的丢球数仅少于重庆当代的29球 和河北华夏幸福的44球 是第三多的 算上2月份 与青莱莲的亚冠小组赛 国安本赛季 至今仅取得5场临风 其中包括一场 0-0战平衡大的比赛 也就是说 临风赢球仅有4场 其中亚冠联赛 1-0 胜青莱莲 中超联赛中 仅有3场临风赢球 分别是1-0卓尔 2-0泰达和4-0永昌 国安主教练热内西奥 在回应球队的防守问题时 数次谈到 国安的防守 强调整体的站位和纪律 这一点能否做好 决定了球队 在一场比赛中 防守的成败 的确 今天的丢球 也有后腰位置球员施卫的责任 印证了热内西奥的观点 经文哉连续失误 只是国安防守问题的表面体现 背后还是全队防守 掉以轻心的问题 这在小组赛中 或许无声大哑 但会给球队 在亚冠走得更远的路上 埋下隐患 这篇足球新闻 播报完了 我是小翔哥 欢迎点击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